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高欢唐高老师 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那我们现在要进入一个全新的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呢 就是我想这个陪你呢 来看看这个 一个A段架构师 那么他怎么去做 怎么去制定 这个策略啊 也就是制定产品的策略 然后在制定产品策略呢 的背后到底有哪些的思维 可以让大家来练习的 让大家来学习的 也就是让大家来观摩的 那么我这边呢 因为产品的策略呢 他的面向有很多 有很多个面向 比如说这个质量的优化 质量的优化 质量的优化 就是一般来讲 叫做Testing 就测试啦 有测试的车类 那么有这一个 我这里比较强调的 就是以这个例子的 就是跨平台的车类啦 然后呢 然后呢 有这一个软硬整合的策略啦 等等的 还有更多更多的 每个架构师 他有他自己的 这一个策略的面向 那我这里呢 因为这太多了 所以呢 我这边的范围呢 也时间是有限的 所以我想 就是在谈车类思维的时候 那么我把这个时间 把我的内容集中在 这个产品车类上 而且呢 我把它集中在 这个跨平台的车类上 OK 这样子 那这就是我在 这个单元里头呢 想把这个车类思维呢 那么把它讲的深入一点 所以我就缩小的范围 所以我就针对 产品的车类 里头的 跨平台的 这种车类呢 来帮你做 深入的 一种说明 那 避免说 太广了 只是 在有限的时间 只能谈到表面 所以呢 我这里特别说明呢 在谈这个架构 的车类 也就是 产品架构的车类 的时候呢 那我特别的强调 这一个 以跨平台来当例子 然后呢 实际的 深入的来说明 他的 一个幕后 的这种 策略的思维 让你来 这个观谋 OK 好 那么在这一个 单元当中 我首先呢 帮你说明 我在 这一个 产品策略的目标上 那么 定了些什么 但是呢 这是每一个架构师 都不一样的目标 然后我这边说明的就是 产品策略 他会有他的目标 那我定的目标 就是 一是要独特性 二是要有普遍性 三 要有可靠性 好 当然这是几例啦 这是我个人 在身为A段架构师的时候 对于产品策略 我定下的目标 但是我要说明 每个架构师 他会定下不同的目标 OK 好 那这只是 我在展示我的 幕后的思维而已 好 那么 针对这个目标呢 那总是要有一个实现 的一个方案 好 这个目标 相当于是Vision嘛 就是我们在上一个 单元中谈到的 这个目标呢 就是Vision 好 那Vision呢 总是要Mapping到 这个Reality Mapping到Reality 之后呢 会得出一个 可实现的方案 就是实现计划 实现方案 也就是实现计划 好 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所以呢 那我提出来的 实现的方案 就是 透过软硬整合 来创造独特性 那么 透过跨平台 来实现 这一个普遍性 透过测试 来实现 这一个可靠性 OK 好 那这次我 才会得出来 那么 这一次会深入的 说明 这个跨平台 的这一个 策略 好 那我刚刚已经说明了 为了深入的 去说明 所以我就 啊 这一边就 暂时省略 这边的省略 因为我才有足够的时间 来讲的很深入 那只有讲的很深入 你才有办法呢 啊 啊 这个 跟我一起去 啊 这个观摩 这个背后的 很深刻的思维 啊 非常非常微妙 非常神奇的 啊 这种 啊 策略性的思维 然后 啊 有了这个方案之后 那就开始呢 啊 要去实现咯 实现的 那就必须要从简单中 来掌握这个复杂咯 啊 不然这些东西都是很复杂的 啊 用整合跨平台测试 等等 那么花样很多 所以呢 我们就要掌握简单 啊 来 这个 操控复杂 啊 那 有了这样的一个作为之后 那么我们就会有 让这个产品呢 有旺盛的生命力 有这个 让我们的产品的设计 有高度的未来性 OK 好 那么 在这样子的一个策略下 啊 那我们 要由 等等要接着 要由V段 来执行 因为 现在我们做产品的策略规划 真正的 还要由V段 来做实现 所以呢 我们的策略 要有可实现性 如果没有可实现性 那么 V段做不出来 那么 A段的策略呢 是等于是 变成战略 没有可实现的战术 结果这个战略呢 就变成是 挂在墙壁上的口号咯 所以那是 没有意义的 所以呢 那接下来呢 了解了这些 啊 这个 观念之后 那么我们就实际的 接下来 有好几个单元 实际上 以这个 跨平台的策略 为例子 来展示 啊 这一个 A段架构师的 策略性思维 啊 但是我特别强调 所谓思维都是跟个人有关 跟个人的素养有关 所以我这边的很多策略性的思维 啊 是这个高老师的策略性思维 当然啦 高老师也有老师 也有的是从别人学来的 啊 但是Anyway 那这里头 都含有这个高老师的色彩 非常的浓厚 OK 因为架构师嘛 设计师嘛 都是一定有自己的 这个风格的 好 那么这个 只是给你 啊 当成你的这样的一个范本 好 当成当成你的 这一个 举一反三 的那个一 OK 啊 也就是高老师提出了 高老师自己的 展现了高老师自己的策略性思维 那么希望 能够抛砖于一 所以呢 抛到你心中 那么 你心中的这个 一就跑出来了 那么 啊 也不是说 希望你完全依照高老师的 这个策略目标 高老师的实现方案 等等的 去走 好 因为 你完全用高老师的 这样不是最理想的 应该是高老师的东西给你 加上你的东西 然后 会变出第三种的思维出来 是更好的 就是高老师的思维 给你之后 加上你自己的思维 然后在你心中 可以创造出第三种思维 那第三种思维 就会比高老师 现在所谈的思维 要更进步 更有效 更有生命力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谈这个 产品策略的目标咯 这些目标呢 是我定出来的 就是要有独特性 然后要有普遍性 要有可靠性 OK 那我待会会说明 这三个是什么意思 独特性 大家知道嘛 要有与众不同的特性嘛 那普遍性呢 希望我的产品呢 人人都有都愿意买嘛 在任何的平台都可以跑嘛 等等的 越多客户越好 表示越有普遍性 那可靠性呢 当然知道这个质量要好嘛 所以呢 其实 定出这个策略目标 其实是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意思呢 让你了解一下 其实呢 要定下这个vision 其实是很容易的 定下这个vision 现在是 要把从vision Maping到reality 这个部分 是难度比较高而已 OK 好 那我现在 也来帮你做个铺垫的动作 OK 那这个就是衔接到 上一个单元 谈的叫做A段架构师 所以我现在先帮你 简单做个复习 所谓A段 就是指 投资决策前的 这一个规划段 叫做规划段 就是在投资决策 或者是 你去 这个承包一个项目 就在签订 开发合同之前的 这个规划段 那么B段呢 是已经决定要投资的 所以要买材料了 要招兵买马咯 OK 好 那么在A段还没有 还在决定 要有多少兵 要招多少兵 要招多少马 OK 然后这边是已经决定 要开始真正的动员 招兵买马咯 这叫做开发建制阶段 所以呢 就是决策前的 这就是A段的架构设计 决策后的B段的架构设计 所以在这里的 担任架构设计的 叫做A段架构师 在这边担任架构设计的 就是 叫做B段架构师 好 那么这个如果 以生产产品来讲 这个叫做产品策略 这个负责的是 产品的 这个车类 那产品车类 有些是属于产品经理定的 因为产品经理定的 比较没有太多的 这个技术细节 那么这个架构师 所考虑的 要更多的技术细节 比如说 我这里为什么会强调 这个 跨平台的设计呢 因为跨平台的设计 涵盖了很多技术的细节 所以这个大部分是 A段架构师的事情 反而呢 这个A段里头的 Marketing的经理 是没有办法来 做这个很精确 很精准的这个设计的 甚至呢 产品经理 M化经理 也都不见得有 这个足够的细腻的 这样的一个先进的技术 来做好这个产品的 跨平台的架构设计的 这个是属于 A段架构师里头呢 最核心的一个任务 那么 把这个产品做好了 那 这个开始做 更制造方面的 一种产品的 协助产品的生产 的生产 OK 这边只要是协助做决策 这边是协助呢 把这个生产 把它生产出来 能够送到市场去卖 好了 那这个 所以 结测前的A段架构设计呢 就包含的 这个 商业模式 但是这个商业模式很多 都并不是架构师所设计的 而是呢 这个是由整个A段的 这个包括 这个 产品经理 包括 这个A物经理 等等 一起所 这个讨论 规划的 那么 还有产品的创新 这个要考虑到 这个市场的 等等的竞争 这些有些是销售 部门会来提供的 那么 其中的这个架构设计 部分呢 比较偏向 有这一个 A段架构师来负责的 但是 这里头都是息息相关的 要做好这个架构设计 也要 啊 推进这个商业模式 也要对商业策略 有很详细的认知 啊 那也要对于创新产品呢 也能够 有这个有所的巨大的贡献 因而有创新 一定架构一定也要有创新 啊 这样子的 所以这次A段 在啊 啊 决策前的时候 要考虑的这么多这么多的东西 ok 所以我把它简单 用这个图描述出来 在A段 要考虑的 就是这个商业模式 有产品创新 还有架构设计 啊 把它归纳出来 啊 当然还有更多的细项 ok 那那就是A段 里头呢 所大家所关心的 这个议题 啊 关心的议题 好 然后呢 在这里呢 背后就有一个产品的策略 因为我们V段 要来生产产品嘛 啊 V段要生产产品 ok 所以呢 A段要对产品要做很好的规划 啊 这里头包括各项的策略 好啦 那么这个上图呢 的目标啊 啊 就是上面这个图的目标 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么架构是呢 啊 A段架构是要规划 一个产品的策略啊 产品的策略 来兼顾产品的独特性 普遍性 跟可靠性 这就是我定出来的 一个三个啊 啊 面向啊 三个目标啊 所以呢 就是为了支撑 这个A段的商业模式 支撑A段的创新产品 支撑这个A段的架构设计 所以呢 需要有一个产品的策略啊 因为 这个中旧嘛 这些的商业模式 都还是依赖 这个V段 生产出产品之后 才能够 让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呢 产生收入 产生效益啊 能够呢 让这个产品的创新 真的能够送到用户手中 然后这时候的架构设计 才是有效的 能够 能够在市场上啊 能够打胜仗 才是有效的 所以呢 需要有一个产品策略 那这个产品策略呢 之后 会把它交给这个V段 的架构师 然后 他就依据 这样的一个策略 然后呢 去啊 这个实际上的 把这个产品 把它生产出来 再交给这个行销人员 去把它销售 送到这个用户的手中 再来取得用户的这个金钱 还有意见等等的回馈 那就变成我们的这个成效 我们的效 我们的绩效 也就是我们公司的收入了哦 OK 所以呢 这产品策略呢 我就把它订出来 这个 我收银就是我订的 OK 那我再收银就是说 这只是我抛砖引力 希望 我这样的一个订法呢 能够再加上 你自己的独特的 经验 以及独特的看法 能够产生更精致的 这个产品策略 OK 那这样子 整个我们整个产业 整个社会 就不断的进展 不断的往前 这个提升了哦 所以我这边 就是独特性 这就是我订出来的 产品策略的一个目标 要有独特性 普遍性 可靠性 那么我订出来的 这个 实现的计划 就是透过软硬 整合这样的一个how to 这算是手段哦 透过这个how to 来实践 这样的一个独特性 透过跨平台的 这个策略 跟how to 好 策略跟行动 来 这个 实现普遍性 透过测试 的这种how to 跟行动 来实现 这个可靠性 这边是实现普遍性 OK 然后 这些都规划好了 把它交给V段 就可以去生产咯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 这个 我透过这一个Mapping Mapping from vision 刚刚讲了Vision 就是刚刚的那个 目标 刚刚三个面向 那 from the vision to reality 我是透过这样的一个 动作而得出来的一个实现计划 那这个V型呢 刚刚有谈过了 就是有三个面向 一个是 独特性 独特性 一个是普遍性 普遍性 一个是 可靠 OK 然后得出来的 有这个实现的方案 这个来实现独特性 这个来实现普遍性 这个来实现可靠性 OK 好 那我这边针对这个独特性 稍微做个说明 好 我们 在这一个 无论产品的多样化 就是像Android的这种 开源开放的平台 它的产品非常多 好 那么它的市场的普及 也高度的竞争 无论你的软硬件的厂商 或是 内容的媒体的业者 或者是电信营运商 都会积极的将 软硬件的特性 整合在一起 好 因为它是开源开放的平台 所以人人都可以去创造 新的硬件的特性 人人都可以去创造 软件他们的特性 甚至呢 把软硬件的特性 把它整合起来 整合到自己的产品当中 甚至呢 去做自己的业务上的增值 因此呢 藉由软硬整合手段 来表达它的创意 跟独特性 就是在这个Android的平台上面 这是非常常见的 非常常见的 所以呢 也是我们 非常常见的手段 非常常见的手段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实践方案 来实现我们的独特性 好 管理普遍性呢 在Android的版本是非常不一致的 这叫碎片化 OK 那么软硬产品也是百花齐放 所以在这个硬性环境上 这个 有时候呢 因为平台不一致 所以很多AP呢 就不容易 来这个 处处可以执行 所以有很多 譬如说 你在写一支游戏 那么你在华为的手机可以跑得很好 那么你可能在这个HTC的手机呢 跑的就不是那么的顺 所以那是因为平台的 这个不一致性 平台的不一致性 因此呢 导致我们的产品呢 这个客户情就会缩小 所以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 跨平台的这个车类 透过完美的跨平台 来实现这个普遍性 啊 然后可以跨不一致的平台 然后 这是我们 啊 迅速扩大市场的一个不二法门 因此呢 无论你是产品的规划者 或是这个经营者呢 都必须要非常重视的跨平台 啊 这样的一个车类 那透过 这个好的跨平台车类 你就可以不受限 这个不一致性的 也就是可以化解 碎片化的问题 因此呢 你就可以获得普遍性咯 啊 所以呢 我们是透过 我建议是透过这个 啊 跨平台的车类 来实现普遍性 好 那么 这个是可靠性 哦 这里写错了 这是可靠性 好 那么这一可靠性呢 啊 大家都知道 可靠性呢 需要有精致的测试环境 来检验产品的结构 效能 跟它的质量 等等的 那么就可以达到可靠性 这个反而比较简单 啊 透过好好的 做一个很好的测试 的一个测类 啊 测试的测类 那么就可以 可以增加呢 这个啊 啊 我们的产品的 这个优化 以及它的可靠性 啊 因此呢 我就透过测试 这样的一个测类 来实现 达成可靠性的一个目标 那么 有了可靠性 还有普遍性 还有独特性 就可以呢 取得 用户的很好的感情 的回馈 因此呢 就日益提升的 用户体验咯 啊 所以呢 在这里就是 哦 再把它啊 综合一下啊 就是我们 啊 我在产品的策略上 我定下三个面向 啊 三个目标 这是我定下来的 然后 我透 依据这个目标 我把它 跟现在的现实 啊 reality 是什么你知道 这是vision 啊 然后reality呢 我提一个例子 刚刚一直在强调的 你可能没注意到 一直在强调 这个Android 啊 Android 是啊 开源开放 啊 开源 啊 开放的平台 这是一个reality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reality 所以呢 所以呢 要把这个vision 要把它对应下来 啊 对应下来啊 所以呢 这个对应下来 叫做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 所以就会得出 这个实践的方案 这个实践的方案 这就是实践的方案 是这样得出来的 所以呢 这也刚好可以展示一下 这个高老师呢 是非常擅长的 这个Mapping from vision from vision to the reality 所以 啊 高老师在谈这个课程的时候 教你们要做这件事情 那我也透过这样的一个 以深度的一种策略性的思维 来展示出来 给你看 啊 高老师呢 其实是以深作则的 而且他 可以Mapping的很漂亮 OK 那 当然啦 我想这些 都是可以放在你心中之后 可以抛砖领域 你就急一反三 那么 你就可以得出更漂亮的 这样的一个 啊 策略咯 那么 拿 达到策略呢 可能不是一个唯一的目的 让你更熟悉 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 这样的一个 啊 策略思维幕后的 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啊 那个这个越熟练 你做出来的策略就越好 啊 所以重点是在 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 OK 做这些策略 都只是做练习而已 真正你到最后的 一个修练 是Mapping from vision to reality 这样的一个素养 这样的一个技能 啊 越来越纯熟 然后呢 越来越如何纯清咯 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OK 好的 那我就 啊 讲到这里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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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